院長我想請教一下 早上你在答覆柯貞委員質詢的時候 吳敦義所講的要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馬英九在2012年的時候 他自己說要同意來公投 你是不是有講過這句話 2012的時候 你有講說馬英九他自己同意公投嗎 2012 有嗎 對 但是我翻查了很多紀錄 沒有看過馬英九有講過這句話 選總統的時候 馬英九他大概是講說 在這個 他的那個這裡面講 馬英九說以中國大陸簽的23個協議 每一個都是廣義的和平協議 馬錫會 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和平協議 那他也談了一個架構 十個保證一個架構等等 還有幾項顏則 那我想請教 為什麼現在我們兩岸的關係啊 院長你覺得我們現在兩岸的關係 從民進黨執政到現在 兩岸的關係目前是偏好的方向走 還是偏壞的方向走 就是一個樣 一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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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個兩岸的政策 從這個今天兩岸和平協議 我們這個公投 公投這個部分 就是在昨天的行政宴宴會 入委會的主委 你提出來 這個公投 把這個公投要納入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不是行政宴宴會 行政宴宴會 行政宴宴會是每個禮拜四的早上 昨天是黨政的一個協調 那最主要是因為貴黨的這個吳敦義主席 上個禮拜 還有昨天一再強調 如果國民黨重回執政 他要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來跟大陸洽商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那我檢視了一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確實有政治議題的這個談判 但是他的監督的機制 他們的門檻很低 涉及這個政治的議題 兩岸政治的議題 需要社會高度的共識 所以我才提出要建立所謂的 雙公投的這樣的一個監督機制 也就是要談判前 由行政院提出談判計畫 經過立法院三分之二的同意 才可以去談 在這個過程 行政院可以舉辦諮詢訓公投 請教民眾的看法 做一個政策的參考 談判回來以後 要經過立法院四分之三委員出席 四分之三委員同意 立法院要四分之三委員出席 四分之三同意 這個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我今天早上講得比較清楚 這是幾乎一個修憲的程序 希望社會有高度共識 因為政治議題 如果沒有高度的共識 會造成很大的社會的分歧 社會的紛擾 我們希望有這麼高的共識以後 再來簽成有關的政治協議 和平協議當然是一種政治性的協議 這個兩岸關係條例 兩岸關係條例 有特別談到 你們要把和平協議 這個定在裡面 要定這個公投 政治性議題的談判 在兩岸人們關係條例裡面 就有了 第五條之一 第四條 都有談到 兩岸可以談政治協議 政治議題的協議 政治議題的協議 但是他的那個監督機制的門檻很低 那有的甚至好像可以被查這樣 那不行 因為這個是很爭議的東西 要社會高度共識 所以我們想在兩岸人們關係條例 這樣建立一個比較 門檻比較高的監督的這個條文 這樣子 現在馬英九談的一個架構 就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 兩個前提就是在國內民意達成高度共識 兩岸累積足夠的互信的前提下 才能推動 三個言者 在國家需要民意支持 國會監督之下來推動 四個確保 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的獨立完整 確保台灣的安全與繁榮 確保族群和諧與兩岸和平 確保永續環境與公益社會 十個保證 我覺得這個很好啊 那你現在又把這個公投 你聽說還要雙公投 雙公投 這樣不是對我們怎麼簽署和平協議 院長你覺得我們兩岸不需要簽署嗎 我先跟鄭志祺講的 他是選2012總統 就是2011年9月20號 上午9點在總統五開記者會 馬英九總統自己說的 他說 因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比ECFA影響更廣 性質也不同 所以要先加入公投決定 公投沒過不會推動簽署 這是馬英九總統說的 那你認為馬英九講的這句話是對的嗎 院長 你認為他講這個公投你支持吧 我認為這個兩岸如果要簽像和平協議這種層次的 那一定要不但要公投而且要很高門檻的公投 好了這個兩岸關係條例這個將來 我們也會送到立法院來審查嘛 那但是現在我們之前有一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已經訂出來了 為什麼現在立法院還不審啊 主委你知道嗎 對 為什麼 先修兩岸關係條例 你那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太陽花主張的 為什麼到現在 跟委員報告 因為貴黨主席吳敦利他說要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去進行兩岸和平協議的談判嘛 而且而且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確實有政治議題的這種協商 所以我們就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去進行這樣的監督地質的條款 跟委員報告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特別法 不是普通法 您正面所談的 兩岸監督條例是特別法 面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普通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本身就是一個特別法 現在院長 我是覺得 現在我們在談 因為吳杜毅主席 王金平院長 都談到 都談到 兩岸和平協議 這個和平協議 如果國民黨重新執政的話 那你們現在又推了 推了一個公投 這個我們覺得 這個我們覺得 百事不得其解 我們只要把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該修的法修正就好 突然現在來個公投 聽說是你們 陸委會主張的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是 你們現在還要針對 推移的將領政務官 現在也要準備修改他的一個法令 那事實上這個法令在之前 幾年前你們就已經 行政院版就已經訂出來了 這個我要先請教一下陸委會主委 這個三年 至少三年改為十五年 改為十五年 這個是針對我們 國防外交科技情報 大陸事務 等以上的人員 來限制吧 有沒有包括馬英九跟吳杜毅 委員您那個講錯了 不是三年改為十五年 三年的不改 十五年我都認為還太短 那個應該是永久限制 因為三年是限制身份 就是當過高官 處理過機密退降 您要去中國 那你應該受身份 這一種人要限制 第二是行為 現在談的這個 你說的十五年是有人提出來 十五年是說某一種行為 就是你當過某一種身份或退降 你到中國去 在那個中國主席前面跟他唱他的國歌 跟他坐在那裡 那像什麼話 所以這種我都不 我都認為不只是十五年 應該終生這種人不能去那裡做那種行為 所以一個是身份限制三年 不動 一個是行為限制永久 這個三年改十五年 不是不是改 那你講 你講 國防外交大陸事務 國家安全相關機關的政務副所長 或中將以上的人員 我要請教 你這個修法 至少三年 針對他的行為 這個有可能是 一個是身份限制 一個是行為不該 行為就是妨害國家尊嚴的行為 對 像象徵大陸地區的政權的旗子 灰啊 歌等行李唱唱中 或其他類似的行為 對不對 你是針對行為 那我要問是 馬英九跟武頓一到今年的五月二十號 就滿三年了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條文也還沒在立法院審查 還沒有審查 那我要請教主委 要來這個審查的話 會不會適用到馬英九跟武頓一 庫委員報告我已經一再的強調 那個吳官啊 他三年管制 騎滿了以後 他可以 就去大陸啊 不需要再申請 然後延期官去核診啊 這個不妨礙他那個 那個三年的管制 騎滿了以後的行為 但是任何人 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不管是什麼理由 探親觀光等等到大陸去 那一法規就有規定 不可以做 違反國家安全 你國家利益的行為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做的事情 否則會有罰則 現在對特殊身份的人 去增加 不可以去參加彰顯中國 國家主權行為的 這樣的一個儀式典禮 包括去唱那樣的國歌 去跟那樣的那個國會 去整理資金 這不會看的啦 這台灣社會沒辦法交代 所以要用法律 才會去限制 不是15年的問題 自始至終 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那不會看的啦 第三個 主委我特別要請教 你那個 有申請大陸居住證的 你將來 要限制他的參選公職 是不是 這很合理啊 那合理嗎 當然合理啊 你要當立法委員 你的選民是在台灣啊 你跑到大陸去 13億 你又不是13億人的代表 所以那個 院長 我剛才特別提了 一個是公投的 一個是退役降臨的 政務人員以上的 還有一個是限制 有取得大陸居住公民的 我們是處處限制 現在我們兩岸的關係啊 可以說是一個鎖國政策啦 一個閉關自首 這樣一個政策 那院長 你覺得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個兩岸關係搞好 我們要處處設限嗎 我們要跟大陸敵對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採取一種開放 一個接納的姿態呢 委員你很清楚 其實台灣充滿著善意 非常的客氣 台灣是限制自己 某一種身份的人 不該如此等等 中國呢 是連台灣的人在台灣 唱國歌 他那邊也限制 台灣的人在台灣 做什麼 他那邊也限制 他才是對台灣敵對 不尊敬 台灣是限制自己的國民 某一種身份的人 領過高官後路 處理國家機密等 應該有所限制 合情合理啊 不要講台灣 最先進的民主國家 都會這樣要求 不要講要求 公民課本都這樣教我們自己的 學生孩子 這些 我講一個最最危險 我當兵的時候 我那個將軍 拼命講 哇 怎麼樣緩公抗賀 怎麼樣消滅共為 怎麼樣台灣 這個時代在變 現在時代在變 明星也在變 我後來看到他跑去中國 後來在那裡講那一堆話 真的我覺得 實在是 這種人 當年我在當兵 他就是我們軍中 那個高級將領 這我最看不下去 也最看不起 好那個院長 這些法律 這些條文 將來都會受到立法院 兩岸關係條例 或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來審查 那當然 我們台灣就是中東部位 那另外一個 那我想請教一下 院長 你和主委 現在我們很多 藍營的縣市長要到大陸去 為了要推展他的農特產品 為了推展這個文化的交流 那我們現在陸委會的政策是怎麼樣 那是一個地方政府 要推展他的一個農特產品的交流 也必須要陸委會同意嗎 跟委員報告 那個不是政治性的協議 跟委員報告 城市交流是我們民進黨政府的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麼李文輝 上海台灣主任 現在還在台北啊 雙城論壇啊 對不對 這個我們沒有阻擋啊 就是這個 城市交流既然是我們政策 我們開大門走大陸 歡迎他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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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委會要核備這種文化的農特產品交流 不是不是不是 委員 按照兩岸裡面關係條例 地方所找赴大陸 本來就應該經過那個許可的吧 這個是從那個國民黨執政 從李總統執政以來 他就訂定了 也不是我們新訂的東西吧 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我不想談 我是建議啦 政治性的協議 當然要政府跟政府簽訂 那必須要陸委會通過 必須要立法的一個審查監督 但是對於地方政府 像好比說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要去大陸推展農特產品 或要出得去嘛 人要進得來 大家才能發大財 那這個如果他跟地方 我上次去高雄跟韓國瑜 談的時候 我說政府有這個城市交流政策 你不反對嗎 沒有問題啊 你不反對嗎 如果說農特產品走去 當然政府會支持啊 那個不是政治性的協議嘛 當然不是啊 你把東西賣出去的協議 商業的協議 你不反對 剛剛也不會反對啊 這個把它分清楚嘛 我在這裡 我想我還是要建議院長 我們要怎麼樣發揮高度的智慧 你要有這個胸襟跟眼見 怎麼先把兩岸的關係先處理好 而不是說我們用那種全面抗中反中的 怕被這個中共武力統一的 這樣一個思維心態啊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先把這個經濟處理好 兩岸的經濟 怎麼樣拚經濟 不要處處設限 這是我今天針對兩岸關係啊 我的一個主張啦 只是給院長做一個建議跟參考好不好 謝謝